上帝是看不见的神 我们一起说三遍 上帝是看不见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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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上帝是自有拥有的 上帝是灵 所以灵能不能用眼睛看见 看不见 灵是用眼睛看不见 用人的手也摸不着 用人的鼻子也闻不到的存在 就好像 婴孩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能不能看见妈妈的脸 看不见 是不是 今天也是 我们能不能看见我们的上帝呢 人无法用眼睛来看见上帝 上帝就是这样 因为上帝是怎样 比天和天上的天 比整个宇宙都大 甚至比天外的天堂还要大 上帝是这样完全的存在 所以人无法用眼睛什么 看到 我们的上帝 就好像今天人能不能用眼睛看见地球 人虽然在地球上活着站着生活这么多年 但是人从来用眼睛看不见地球 但是你能否认地球不存在吗 所以福音是什么呢 什么是福音 就是这么看不见的上帝 确实是什么 靠近人 向人显现 你说看不见的上帝 怎么能向人显现 所以上帝呢 不是离我们多么远 一说上帝比天还大 那我人就想到 离上帝肯定离我们很远 其实上帝不是离我们很远 而是什么 离我们很近 甚至什么 进到人的心灵里面 来显明他自己 这就是福音 福音就是看不见的上帝 向人显现 但是人却因着什么呢 愚昧的理性和固执 阻挡了上帝与人的交通 也就是说 上帝想要与人靠近 想要与人干什么 交通 但是因着什么被拦阻了 因着上帝被拦阻了 还是因着人的事被拦阻了 人 人的什么被拦阻了 理性 而且呢 这样的理性是什么 是愚蠢的 愚昧的 为什么说这理性是愚蠢的呢 就像刚才所说的 人今天 现在我们好像都知道 地球是圆的 地球存不存在 存在的 是不是 但是在以前的时候 人们认不认为地球是圆的 那个时候人认为 好像是天是圆的 地是干什么 方的 是不是 所以呢 地是有四个柱子撑着的 柱子底下还压着乌龟 是不是 乌龟呢 多少年 动弹一动弹 这就是地震 那个时候 人的认识 仅此而已 但是呢 当时坚持 地球是圆的的 这些人 都被干什么了 麦哲人 被烧死 为什么被烧死呢 因为与他们所认识的 什么 不一样 他们就认为 这是什么 谬认 甚至与当时的 天主教皇 什么 想法不一样 就被什么 火烧死了 但是现在 如果你再说 地球是圆的 会不会被烧死他 不会了 为什么 因为人们的认知 提高了 就像今天 有的人 你告诉他 人死了 还有 他认为你是什么 胡说 这说明他的认知 还是在什么 一个很低的水平上 所以说 人的这个理智 是什么 愚蠢 愚昧的 只有提高你的认识 你才能够什么 认识超出 你的认知的水平 所以人 只有什么样的人 才能够进步呢 就是谦虚的人 放下自己的人 别人说的事情 对还是错 你要经过 认真的考证之后 你才能什么 得出结论 而不是怎么了 只要和我想的不一样 那你就是错的 其实这样的人 无法干什么 无法认识上帝 所以说 我们要想认识上帝 那怎么认识呢 因为人靠着自己 有没有办法认识上帝 人靠着自己 你永远不会认识 这位上帝 所以人怎样 才能认识 这位上帝呢 只有靠着上帝 才能认识上帝 靠着上帝的启示 你才能够认识他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 如果不启示自己 你永远不可能 知道这位造物主 是存在的 所以呢 我们要想认识上帝 就一定要成为什么 依靠上帝 依靠上帝的 我们只有 依靠上帝 我们才能够认识上帝 我们只能依靠上帝 我们才能够 进入到上帝里面 成为上帝的什么 儿子 你也就 只有进入到 耶稣里面 成为上帝的儿子 你才能够得到 上帝 所应许的福分 今天很多人都求福 是不是 中国人喜不喜欢福 太喜欢福了 尤其是什么时候 过年的时候 是不是 家家户户都贴着什么 福 是不是 而且呢 甚至有的人希望福到了他家 把那个福倒着贴 对不对 福到了 希望借着这个什么 这个叫什么 叫音 是吧 中国非常喜欢这个谐音 是吧 比如说有难的时候 吃个桃就桃了 对吧 你吃个桃就能桃了吗 两口子不能分什么吃 不能分梨吃 是吧 分梨呢 就可能有离婚的嫌疑 所以中国人非常非常 喜欢这些谐音性的东西 而且呢 前一段时间的时候 汽车后面 是不是都贴这个 壁虎啊 我纳闷啊 你说贴个什么东西 贴个血后流子 是吧 清说话叫血后流子 贴个血后流子干啥呢 后来才知道 哦 原来 壁虎的谐音是啥 壁虎 结果那意思 贴上这个吧 有壁虎的好处 哎呀 我就纳闷 这个血后流子 也能壁虎了 是吧 以前的时候 看见血后流子 都砸死他 感觉是挺恶心的东西 对吧 现在贴车上了 而且呢 贴福呢 是不是 就是 贴福好像是 好像是 招福的意思 是吧 所以呢 人们根本 不知道福在哪里的时候 都想通过自己来什么 的方法 来得到福分 其实 真正有福的人 需要天吗 什么样的人 才去拜财神 穷人 没钱的人 才去拜财神 那有了钱的人 拜不拜财神 不拜 拜佛 为什么 这钱来的不易 所以呢 没有平安 烧点伤 给佛 保平安就行了 是不是 人都是根据自己的喜好 而干什么 想创造一些这样的神 来达到自己的私欲 但是今天 如果你以这样的心 来认识上帝的话 那是绝对不会认识的 因为什么 上帝不会像这样的人 显现自己 但是像什么样的人呢 你可不认识上帝的人 上帝一定会向你显现 让你能够明白认识他 因为上帝从来不拒绝 任何想要靠近他的人 所以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 是怎样的福分呢 今天我们要知道 一说福分 很多的人 把它当成一种什么 吉祥用语 是不是 过年的时候 哎呀过年好啊 愿你蒙福啊 新年蒙恩啊 但信耶稣的 是不是很多人都说 新年蒙恩 新年蒙福啊 是不是 新的一年里面 更福福福开花 怎么怎么样 但是呢 真的这样吗 好像并不一定能这样 是不是 人都是把这福分 当成一种什么 当成一种吉祥的话 祝福的话来说 但是今天作为基督徒 我们要明白 我们所得到的这福分 是一种 吉祥语啊 还是一种实相 圣经通过 创世纪到启示录 1600年的时间 把它完全记载下来的是什么 就是福分的事 真正有福的人 没有孩子 但是有了上帝的福分之后 照样可以什么 生孩子 我们看一看约伯 圣经上 上帝赐福他的时候 是不是他称为东方的什么 最大 首富 因为什么 上帝是福分的根源 你找到了上帝 你进入到上帝里面 上帝所赐给你的福分 才会什么 有保证 所以上帝给我们的福分 是实相 而不是什么 一种口号 一种标语 不是 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 我们今天得福得福 我们在这个世上 看到很多的人 好像是很有福 是不是 挣了很多很多的钱 但是呢 有的时候也会发现 这样的人突然之间就什么 就破产 中国十大富豪 是不是经常变换 如果你们对十大富豪 关心的话 你会发现 中国的富豪经常的变换 今年是你 明年不知道是谁 而且呢 以前的富豪甚至什么了 找不到方线 找不着人 不知道上哪去 这样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 为什么这样呢 就是因为财富 权力 并不能保证 他所得到的这些福分 没有保证 其实耶稣的人 所得到的福分是怎样的呢 是风吹不走 雨冲不走的 而且是什么 是永恒的 因为这是福分是从上帝而来 上帝是永恒的 所以上帝所赐予的福分 也是怎样的 也是永恒的 而且呢 上帝所赐予的福分 不是仅仅在这地上 而且在天上也是怎样 也是拥有的 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呢 真正拥有上帝所赐福的人 就算你离开这个世界 你有没有福 照样有福 因为这样的福分 可以让你参加复活 进入永恒的天国 所以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福分 真的是怎样的 永恒的 而且不仅仅永恒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能不能成为有福的人 也能够成为有福的人 所以在人的眼里 信耶稣的好像都是些老陆病惨 对不对 都是些老头的老太太 没事的时候才去信耶稣 其实这是在中国一个非常大的误解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 就是因为在中国 真正认识耶稣 认识上帝的人并不多 所以他们也得不到中国 得不到从上帝而来的福分 在他们身上也让别人什么 看不见 但是你从世界上来看 世界上真正的富豪 大部分都是什么 基督徒 比尔盖茨是基督徒 巴菲特是信仰上帝的 这些人都是干什么 包括那个洛克菲勒家族 他们整个家族 在世上 他们并不在这富豪网之内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财产是隐形的 因为他们的财产是无法公开的 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个什么 就是洛克菲勒家族 他们占到美国经济的GDP 25%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能用这个富豪来形容吗 根本没法形容 因为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上帝的人 所以真正的福福一定会领导他 而且呢 洛克菲勒家族有一个儿子 他呢 他从小就听他妈妈的话 把十分之一拿到教会里 所以在他们的时间 一生的时间 建造了1700多的教堂 这些都是什么 这都是后来他们统计到的资料 要不然我们无法知道这样的信息 很多人光看到了财富 并没有看到他们在上帝面前所做的一切 因为什么 属上帝的人福会会永远给着他 而且这样的福分不是一代两代 而且上帝的应许的福分是到多少代 千代的福分 换句话说 福分是什么 永恒的 我们既然有了这样的应许 我们就要来到我们的上帝面前 一定要干什么 更深地认识他 如果今天你不认识上帝 你光想拥有上帝的福分 可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属上帝的人 才能得到福分 这福分既有属灵的 也有什么 属地的 既有属天的 也有属物质的 都可以 上帝呢 赐给了我们信 使我们与上帝建立了关系 其实圣经都在显明什么事情呢 显明上帝的信 上帝把信赐给了我们 我们今天呢 凭着自己 我们永远无法认识上帝的信 所以呢 上帝又把什么 又把圣灵来拆到我们这里 让我们今天靠着圣灵 来认识上帝的信 来拥有上帝的信 来进入到上帝的信 所以今天我们靠着圣灵呢 我们就知道了 永不断的关系 我们和上帝之间是什么 永远不会断的关系 上帝呢 把耶稣基督拆到这个世界上 耶稣基督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呢 只摘取了其中的很少一部分 记录在圣经里面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为什么不把所有的事情都记录呢 就是因为 记录圣经是有目的的 人不会做没有目的的事情 同样 上帝也不会做没有目的的事情 上帝的目的很明显 上帝记录圣经的目的 非常的明显 我们看一下 上帝记录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 二十章 约翰福音二十章的三十到三十一节 刚才不是读了 读到二十九节吗 现在继续读 新约一百三十一页 约翰福音的三十到三十一节 耶稣在门徒面前 另外行了许多神迹 没有记在这书上 但记这些事 是要叫你们信 耶稣是基督 是上帝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阿们 上帝记录圣经的目的是为什么 让我们相信耶稣是谁 耶稣是基督 是上帝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什么 得生命 这就是上帝记录圣经的目的 那上帝怎样记录的圣经呢 从表面上看 好像这都是人写的嘛 圣经是不是人写的 是人写的 但是呢 是圣灵感动人 让人明白这些事情之后 记录下来的 也就是说是圣灵是人写的 但是是什么 是圣灵感动人写下来的 所以人如果没有灵感 没有圣灵的带领的话 人能不能认识圣经 不能 人凭着自己真的无法认识圣经 所以上帝把圣灵拆来的目的是 让人干什么 靠着圣灵来认识圣经 认识耶稣 人如果不认识耶稣 你就不认识上帝 如果不靠着圣灵 你就不认识耶稣 你也就无法认识什么 上帝 你不认识上帝 能不能得到上帝的福分 你更得不到上帝的福分 所以我们的信心呢 非常重要 因为人通过 认识了上帝 必须通过什么 信心 认识上帝 必须通过信心才行 上帝把信心显明出来了 就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 人要想认识上帝 必须得通过谁啊 通过信 通过耶稣 所以当时来到耶稣面前的人 有病的人来到耶稣面前 耶稣先问他 你信我能做这事吗 是不是 那个血漏的妇人 她先相信了才去干什么 才去摸的耶稣 是不是 有没有 我先摸摸试试 摸完了再说 圣经上有没有这样的记载 从来没有 上帝对那些 来到他面前的病人 首先告诉他 你信我能做这事吗 他们说我信 然后耶稣怎么说 照你的信 给你成全了 上帝也对外邦人怎么说 你们只要信的人 就有什么 神迹随着他 所以圣经上 一直在显明的是什么 我们先有信 还是要先有体验 先有信 但是人们怎么说 上帝要让我发财 我就干啥 我就相信他 甚至那有病的人 来到耶稣面前怎么说 甚至咱们有时候 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 你相信耶稣吧 耶稣可以医治你 他们都怎么说 我病好了 我就信 是不是这样 当你真正传福音的时候 你才能体验的 其实人们的 非常非常的什么 这个 理性和固执 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 耳听为虚 眼见什么 为实 这是中国人的 这个古语 念语 但是信耶稣一定要明白 信耶稣是先听了 还是先见了 对了 必须得先听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信道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听道来的 那听道呢 道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耶稣的话来的 耶稣来的 所以今天 你一定要干什么 听 你先听了 你相信了 上帝的应许 才会干什么 成就 你先听了 你相信了 上帝的福分 才会无限的临到什么 临到我们 你的信多大 你的福分就多大 所以上帝所应许的 和人的想法 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这个世界上 很多的话 其实与上帝都是什么 相违背的 但是人宁肯相信自己 相信世上的这些话 也不相信谁啊 也不相信上帝的话 在旧约的时候 上帝通过天使 向很多的人显现 而且呢 亚伯拉罕也好 当时很多的先知 都看到了上帝 是不是 甚至也听到了上帝的声音 他们也把这样的声音传下去 但是这样的人 在上帝眼里 算不算信的人 不算 上帝不承认他们的信息 只有什么 只有圣灵来了 上帝才承认他们的信 所以称他们为信徒 在之前的人 有没有称他们为信徒 没有 称他们为百姓 没有称他们为信徒 也没有称他们为儿子 因为希伯拉罗告诉我们 那因信得救的礼 没来之前 指的是什么时候 指的是圣灵还没有降临 圣灵没有降临 所以上帝的信 能不能进到人里面去 不能 因为当时耶稣 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了 耶稣没有生天复活之前 人有没有领受圣灵 没有领受圣灵 所以呢 领受圣灵了之后 圣经是怎么说的 因信得救的礼来到 也就是说 圣灵到了我们里面 让我们什么 真正的拥有信心 所以领受圣灵 和不领受圣灵的人 一样不一样 对上帝的话语的态度 真的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他没法相信 童女怎么生孩子呢 人怎么能在水面上走 那死人怎么能复活呢 这些事情能不能相信 真的是相信不了 是不是 但是呢 今天只有领受圣灵的人 才能相信 这是事实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说过 我复活 要到哪里去 要到天上去 我到了天上去 得到荣耀之后 谁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 圣灵才会来 你领受了圣灵 就证明耶稣复没复活 耶稣死了 这个信息 全世界都知道 十字架 现在很多的人 不知道十字架是干什么的 十字架就是什么 一种刑具 非常残忍的刑具 为什么全世界 现在都在很多的地方 都是十字架 就是因为耶稣 死在了十字架上 所以十字架 成了一种救恩的记号 一家人看十字架 就觉得有了什么盼望 咱们以前的医院里面 是不是都是十字架 以前的十字架 是一样长 是不是 十字架是不是一样长 四个架 但是呢 咱们相信耶稣的这个 这个十字架是什么 底下长一块 是不是 因为呢 在世上呢 这是红十字架 提出来的十字架 所以呢 人们长病的时候 一看到十字架 就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希望 为什么 来救人 对不对 但是呢 信耶稣的人 一看到了十字架 你就看到了什么 你看到了救灵魂 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把我们的罪 留在了十字架上 他已经干什么 死去了 这个是全世界 没有不知道的 但是 耶稣三天之后 复活的这个信息 只有什么样的人知道 只有相信耶稣的人 才能知道这个事 而且呢 上帝知道人的信 是不靠谱的 是靠不住的 所以把谁拆来了 所以把圣灵拆来了 所以耶稣说 我到天上去 是与你们有益的 我若去 就拆谁来 拆圣灵来 圣灵真的来到我们里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做见证 耶稣真的干什么呀 复活了 耶稣复活到哪里去了 耶稣说 他到天上去 那我们相不相信 天国是存在的 相信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已经复活的 所以我们才能够相信复活 因为有一个已经进入到天国的 所以我们才能相信 天国是存在的 如果从来没有人复活过 你们信吧 信就复活 你能相信吗 你从来没有吃过一个苹果 人家告诉你 有一种东西叫苹果 非常好吃 你相信吗 对不对 但是有一个人 他吃过一个 他说我真吃过了 那个苹果什么什么味 你想不相信 你就会相信 所以呢 信耶稣这个事情 其实是最什么 最符合事迹的 但是人呢 老是什么 超越不了人的这个局限 人的这个理智的局限 所以你超越不了这个局限的时候 你能不能超越这个永恒的东西 你永远无法超越到永恒 你无法得到永恒的东西 我们今天信耶稣是为了什么而努力 为了永恒的东西努力 还是为了暂时的 你为了永恒的东西努力的时候 暂时的你也不会缺乏 但是如果你没有永恒的东西 你光寻求暂时的东西 这些暂时的有没有保证 不是说我追求暂时的 我追求不到 今天人们努力挣钱 能不能挣到钱 你只要破下身子干 踏踏实实的干 别去坑人骗人 能不能挣到钱 能 你就是骗人 能不能挣到钱 你也能 但是能不能保证 这个钱你能说了算 你去骗人 被人家抓住的时候 当时抓住挣了钱了 马上会什么 被没收 是不是 你今天就是凭着 你的力气挣了钱 你能不能保证 这个钱的去除 当你生病 长在出现祸患的时候 你说不花就不花吗 你到医院里去 敢不敢打架 大夫说去交一万 你说交三千行不行 你敢说吗 他让你交一万 你赶快什么 八点之前就得交上 为啥 你不交 接着开始九点就没真打了 为啥 他告诉你 我拿不出药来 所以叫你要交一万 你赶快什么 你赶快去交 你说了算吗 这钱 是不是 因为人就发现一个问题 有的人很努力地赚钱 不是不努力 但是到年龄的底下算算 手里有没有钱 那钱都哪去了 我以前也有这样的经历 我以前也有这样的经历 你说辛辛苦苦 干一年算账的时候 他口袋里的钱都上哪儿去了 也算不出钱都上哪儿去了 反正就是没有 为什么没有福分 没有保证的 但是今天呢 我们有了圣灵之后 我们拥有了信心 上帝来保证着福分 所以真正信仰上帝的人 在这个世上 你不仅仅会得到什么 书天的 你在肉体上也不会有任何的缺乏 在上帝的应许之内 你不会有任何的缺乏 所以说什么是真正的信呢 我们就是先听到了 然后相信 相信了之后 会有什么 会有体验 这才是真正的信 但是有的人呢 就老想反着 很多的人就说什么 我是先有了体验 我又相信的人 这样的人是不是真正的信 这样的人是不是上帝所应许的信心 不是 这是宗教徒 也可以说是什么 神秘主义 甚至可以这么说 这就是在搞迷信 我以前的时候认识一个人 当时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非常属灵 他愿意说 我也愿意听 而且我也愿意和他去交通 我就觉得他非常信的好 所以我愿意向他学习 但是后来因着一件事 我发现不对了 我就离开了 再也没去找过他 我就问他了一个事 我说 你是怎么信的耶稣 他说 有一天 我在大门口底下 突然有个声音就告诉我 你要相信耶稣 然后我就信了耶稣 我一听这个事 我就觉得这个人信的 对不对 不对 为什么 因为圣经上早就告诉我们 信道是从哪里 听道而来 你今天既然相信耶稣 肯定有给你传福音的 是不是这样 有没有说不传福音 自己 突然想起来 我得去信耶稣去 有没有这样的人 没有 你不管通过什么渠道 你肯定听见过 耶稣的事情 要不然的话 你不会 你再怎么想 想过脑袋 你也不会想出 耶稣这两个字 但是他就说什么 在大门底下 突然有个声音告诉他 我一听 他在什么 他在遮盖 当时传福音给他的人 换句话说 这样的人有没有良心 没有 所以我就离他而去 为什么 算了 这样的人 没有良心的人 跟着他 也不会出来 什么良心的事 因为 我们的信心 是从哪里出来的 是从耶稣的话出来 我们是先听到了别人说 然后我们去查考圣经 通过圣经 我们拥有了什么 确信 这样的信 而且呢 有了信之后呢 我们又有了什么 体验 这样的信 才是什么 圣经上的信 所以我们靠着圣灵 要什么 认识耶稣的人 这才是完全的信质 你要知道 怎样才是上帝 所承认的信质 马可呢 他当时 耶稣复活之后 很多的人告诉马可 是不是 哎呀 刚才我们看见耶稣了 耶稣 他怎么说 我非得看见才行 我非得用指头干什么 摸摸他的钉痕 还要用指头探路他的肋旁 我才相信 后来耶稣显现的时候 怎么说的 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 伸走你的手来探路我的泪旁 当时他说的话 耶稣知不知道 耶稣都知道 所以你不是想伸吗 来伸出手来摸摸摸 他敢不敢 这个时候马可 伸出手 敢去伸出手来去摸摸摸 当耶稣亲自显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就已经什么 知道这是事实了 他扑通他就跪下了 是吧 我的主 我的上帝 耶稣怎么说 你因看见了我才信 所以呢 没有看见的就信的 更有福 是不是这么说的 还点头了 你再考证读一读 来二十九节 耶稣对他说 你因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 有福了 耶稣没说更有福 而是怎么说 你那没有看见就信的 有福了 你用眼睛看见了才信 有没有福 没有福 耶稣没说更有福 不是说你看见了有福 你没有看见他更有福 没这么说 只说什么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 有福 今天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是没有看见 我们就信的人 所以我们才是什么 有福的人 那些人说 我看见了 我看见上帝显出了 我看看就信 这样的人有没有福 你让我病好了 我就信 有没有福 上帝的应许是什么 你相信你的病就能好 你相信我说的话 你去顺从 你就能够体验到丰富 你相信你就信 你什么 得到救恩 你信我的话 你去做 你就得到永恒的奖赏 这是上帝的法则 因为什么 我们知道 谁定法则 主人定还是作为 仆人定 作为被造物定法则 还是作为造物主定法则 谁定规矩 对不对 造物主定法则 是不是 我们的主做定法则 但是人现在却干什么 人就想定法则 得按照我这个事去办 你说说人是不是这个 理智愚不愚蠢 太愚蠢 顾不愚蠢 非常愚蠢 因为你的固执和你的愚蠢 会把谁害了 你会把你自己给害 你凭着你的这个固执 你永远不可能认识上帝 你就算是有了体验 你再相信的人 这样的人就是宗教徒 你早晚会离开 因为什么 人都是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让上帝成就 是不是 今天很多人 为了这个多活两年 上帝呀你救我 是不是 哎呀上帝让他就病好了 哎呀哈利路亚 就好了 他根本考不考虑永恒的问题 想不想天国的事 真的是不想 而且呢 如果上帝要是不医治他呢 他还信不信了 上帝在哪里呀 是不是 我求上帝什么也不好使 我也不管用嘛 所以这样的人 根本不知道 上帝要所赐的福分是什么 他只想什么 按照自己的办法 按照自己的需要 其实人在这个世上拜神的时候 都是想按照什么 自己的需要 是不是 想挣钱拜财神 想考学拜孔子 是不是 还有什么 想去什么 想讲义气拜关公 是不是 所以人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 在中国拜关公的 什么样的人拜关公 黑社会 黑社会 在香港警察也拜关公 黑社会也拜关公 那你想一想 黑社会出去干事的时候 警察出去出庚的时候 那这个关公保护谁啊 都拜了 因为现在黑社会 是不是要求的讲义气 是不是 义气 警察呢 要不要讲义气 也要讲义气 为什么呢 两个人出差 一个人在前面冲 一个人在后面电后 那如果不讲义气的话 怎么办 前面那个冲的 后面开了黑墙 那么就麻烦了 所以他们也需要讲义气 但是呢 有没有保证 因为他缺乏平安 所以他拜 拜了就平安了 不一定 但是我们这一位 却是怎样 我们所拜的 所信的这位上帝 却是永不更改 他说出来的话 他是绝对不会更改的 上帝想要与人同在 甚至到了什么程度 让他儿子死在十字架上 他都不会更改 这样的上帝 才是我们所相信的上帝 儿子明白了父的心意之后 宁肯死在十字架上 改不改 也不改 完全顺服上帝 所以今天救恩领导我们 要不然的话 我们在上帝面前 该上十字架 该下地狱的是谁啊 是我们这些人 但是上帝确实什么 让他的儿子 为我们付出来代价 亲自显出来 承担了我们的罪 所以相信的人 才是真正有福的人 有福的人 凡事都会横通 不管在天上横通 在地上会不会横通 也会横通 所以约翰三书告诉我们 弟兄啊 我愿你身体健壮 凡事兴盛 正如你的什么 灵魂兴盛一样 真正有福的人 才是兴盛的 横通的人 如果今天你在世上 做什么都不横通 你就要想一想 你是不是有福的人 如果真正有福的人 横不横通 你做什么事都会横通 我们一起说 我的灵魂啊 我要拥有福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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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看见就信的人 是不是有福的人 不是 这样的人 如同什么呢 如同要拿钉子 把耶稣的这个钉痕 你再给他钉一下 就好像 炸耶稣枪的那个枪一样 想要再炸耶稣的 肋旁一样 马可是不是这么说的 我非得什么 摸摸那个钉痕 探路那个肋旁 我才信 这样的人 就是看见就信的人 大家想一想 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 钉了十字架了 为我们的医病 已经什么 流尽了宝穴 但是你今天 还想拿枪再炸他 你想一想 这样的人 是不是有福的人 是咒诅的 是受咒诅的 所以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是没有看见 就信的人 这样的人才是什么 有福的人 奉耶稣的名 祝福大家 愿大家成为什么 有福的人 愿大家成为 没有看见就信的人 因为我们听见了 我们就相信 相信了 我们再去体验 而不是什么 而不是先有体验 再相信 这样的人 最多就是个宗教徒 其实我认识的 很多的人当中 都是这样 都是很多人都说 怎么了 你怎么信的耶稣 我那个上帝 把我来医治了 所以呢 我信了耶稣 这样的人 其实很容易 成为神秘主义 而我们应该 真正的体验是什么呢 我相信耶稣 是医治我的 因为圣经上 哪个哪个地方 什么说的 所以我按照 这话语去相信 我有了体验 这样的人 是不是真正 相信的人 就像我以前 有病的时候 当时我是不是 给大家做个见证 我就对着镜子说 耶稣你说 手按病人 病人就好 我就相信 这句话成就 所以我就对着镜子 什么说了 耶稣你说 手按病人 病人就好 所以当我说了 第一天 不好使 第二天 我想不想信 我还相信 到了第三天 都快不行了 我还相信 因为什么 哪怕就是死 我也得体验到这句话 到底是不是什么 好使 我就是死 我也不改了 我也不吃药了 我就靠着耶稣了 所以到第四天 完全好 所以我就知道 上帝的话 好不好使 好使 所以从此以后 上帝的话 还怀不怀疑 因为我真正体验 我体验到的 上帝的话语 你们能不能体验到 那就看你对这句话语 到底信到什么程度 你对上帝的话语 如果全相信的话 你是比我福分 还要大的人 因为我体验到了一句话 我就什么 拥有了一点信心 我们每天体验到 话语更多的时候 是不是信心就开始增长 神经上说 你刚开始 就像一粒芥菜种 种到地底之后 干什么 真正长起来的时候 像一棵树 今天也是 愿大家的信心 都成为树 不要仅仅成为一个什么 多少年前 耶稣医治我 所以我相信 多少年前 我有个什么事 一祷告上帝给我扯救了 所以我信 不要仅仅成为这样的人 因为这样的人 如果你再祷告 上帝不听呢 你是不是还相信 上帝是存在的 上帝是福分的根源 那就不相信了 是不是 为什么 祷告 好使 行 祷告不好使 那换一个 拜佛去 是吧 不行 拜这个观音 是吧 因为啥 这个不好使 就试试那个了 但是我们确实怎样 有了话语 再有体验 我们真的是 不更改的人 为此我们一起 呼求耶稣 让我们祷告 在上帝面前 让我们真正成为什么 有福的人 我们要成为福分的根源 所以今天 有了这样的福分 我们就要去干什么 去见证出来 证明 我们真正的是有福的人 今天不说 让大家去见证 好像就是使用大家一样 不是 是让你把你的信心 干什么 见证出来 让更多的人 因着你的见证 让他们也能够认识 你不见证 你能够证明 你所得到的话语 是真的吗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什么 耶稣的见证人 因为你是有福的人 为此我们呼求耶稣的名 让我们先上祷告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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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